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通过了 我已经要求卫福部跟劳动部 先用救安基金 因为这是属于帮忙 这个外劳家庭 所以他们本来就有小救安基金 应该让他有满足他 第一个他有放假的需求 第二个他有宗教社会参与的自由 至少你应该先满足他一天 一个礼拜一天 所以一个月的时候 因为他们也会谈起来 比方说外劳的休息 他会说那我早上先帮阿公 推去制造中央 中午之后我才去跟人家 参加印尼的生活 所以他还是会有一些 各种可能性的差异的安排 也许会降低他的卧床的 所谓的衰退速度 因为他去参加制造中心 总比他 因为外籍康工 虽然也会带他去公园 但基本上他们训练 有关于附建的训练也好 或者说很多的心理社会 等等这些的沟通 一定会比在制造中心 他们多元的提供的服务 要稍微局限一点 那尤其这样的机会 要让老人的那个 退化程度的降低 这也是 对的角色法 对的角色法 也好 而且他那边有比较多设备 起程是希望更快 就是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如果能够 越快的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那最慢的 明年1月1号一定会出来 但希望有更快的脚步 可以把这些事情推动 这一群人就是 他没有外籍康工 也没有机构在照顾他 这十几万人 你要想办法先让他 得到稳定下来 如果谈个案一定会 每一个住宅机构 台湾住宅机构 那是十一万多 一定都跟你讲 他一定需要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问题不可回避 但是你要用什么方式 就必须要做选择 我们讨论过阶梯式的补助 说以家庭所得 他是在地收入全面 那中低的话是九成 政府补助九成 那以后的那些非中低收入 就是你讲究的那个案例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这个是台湾木建在选择中 这是台湾木建在选择中 这个是台湾木建在选择中 感谢观看